主委好 主委從上午到現在 很多委員都對你的質詢有很大的疑問 但是你可能會相對比較累 但是本席希望在立法院國會殿堂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不要誇大也要照事實說這樣可以嗎 我所有的在這裡講的話都會留下記錄 我都把我自己跟我們所掌握的相關資訊 所以主委我想剛剛先糾正一下 您剛剛回答吳思懷委員 您特別提到說台灣假消息最多是最多的國家 然後假消息最多在農委會 您的科學證據是什麼 科學證據我就是要提供給委員 我回去事後我提供 在過去的國外的 什麼時候做調查 不是我調查我是引用國外相關的資訊 我就直接提供給你 什麼時候的資訊 在去年就有 去年 我可以提供給你 我想如果說 一個機關裡面 喂你聽我講 我講的絕對會有依據 所以我 會後 我就直接提供給你 好 今天下班以前給我好不好 好 我現在請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也來看一看說農委會所謂的科學證據是什麼 來那主委 今天早上啊 本席特別在這邊的時候有看到說 您跟這個我們林維州總召 你質詢完畢之後你特別站起來 好像這個蠻生氣的 請問您生氣的點是什麼 喂你看齁 林維州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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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第一個總召 他第一個要求我道歉 是因為我們簡報的資料 在這個過程 比較晚嘛 就沒有整理好嘛 我也看到您對於我們所有立法委員道歉 是 所以他叫我道歉 我同意 因為那是我們自己 雖然我已經各自己為了 本席只請教說 當林維州總召 他質詢完畢離開之後 您又從座位站起來 所以他的整個質詢過程 我覺得都針對議題 我很樂意的回答 甚至 他拿個牌子叫陳其中下台 我都沒有去緩駁 因為政務官做好做不好 站起來主要原因是什麼 他做人身攻擊啊 他怎麼可以講我無恥呢 無恥 所以 如果今天委員 你同樣 你今天假設你是站在這邊 陳主委 沒關係 您不要那麼委屈 滿腹委屈啊 我沒有委屈 我覺得是在捍衛 陳主委 我想看得出來 你好像對於說 可恥這個名詞 特別的敏感喔 會認為是說 不能講可恥啊 是人身攻擊啊 那我們 我也想請教一下 言行不一算不算可恥 過去所說的話 現在因為不同的職務 時空環境背景不同 一句話 正反信念 完全價值觀搗亂 哇 這個陷阱讓我跳啦 那我已經有特別講說 2012 13的這個言論 算不算可恥啊 現在我 從頭到尾 我的那個核心價值那一把 是都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來看一下是說 過去在野的時候 所有民進黨的人 他們怎麼講 我不知道說以陳主委 那麼高道德標準 認為說可恥沒有辦法接受 那這樣子算不算可恥 過去蔡英文在2009年曾經講說 瘦肉精政府要重啟談判 政府如果做不來就下台 現在政府有重啟談判嗎 這樣算不算可恥 我剛剛回應剛剛吳思華委員的時候 我就很坦白的跟他講說 所有針對這些所謂的雙標 您回答 您回答本席的問題 您認為這樣算不算可恥 算還是不算 算還是不算 這個不是所謂的二選一的問題 所有的雙標 您剛剛的道德標準非常的高 我就跟你講嘛 所有這些議題 政治人物都要接受大家的檢驗嘛 就這樣而已 所以您可以回答 算還是不算嗎 不算 我覺得不需要去回答 所謂的算不算的這一個問題 立法委員行使我們的權力 要求行政官員回答問題 你說不需要 我們只希望你可以針對 這一個所謂的 萊克多巴胺的出落 到底對產業界的衝擊影響 萊克多巴胺 我很樂意的來回答 你是在指導我 要怎麼問問題嗎 我不敢指導你 我沒有反諮詢 我沒有反諮詢 我只是針對議題來回答 主委要這樣子閃躲 那我們就來一個一個問 未有完整的科學評估前 反對進口豬肉 含有萊克多巴胺 這算不算可恥 我們現在有沒有完整的科學評估 才來進口 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我想蔡英文總統在8月28的 算不算可恥 第三題 希望中央嚴格把關 有不開放 含有瘦肉 這一次也有經過支援委員會 來 主席 主委如果行政官員 一直雇作為人 他不回答本席的問題 這要怎麼處理 你剛剛的簡報裡面 我們要不要先時間暫停 確認主委 要不要回答本席的問題 是不是當時這一個人講的話 怎麼沒有所謂 因為你拿這個來 打我們說 沒有經過科學 這個是2013年 是不是當時的陳教授講的話 所以我再跟你 報告 是原文栽錄嘛 是但是 你現在就等同是說 我們沒有經過完整的科學評估報告 為什麼七年 我們有經過完整的科學評估報告 態度差那麼多 為什麼七年態度差那麼多 態度從頭到尾一樣 照顧農民的心 從來沒有改變過 我們再來下一張 算不算可恥 算不算可恥 無法了解委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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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算不算可恥 沒有辦法了解 沒辦法了解 連 無法體會 算不算可恥都沒有辦法回答 來 再來一張 呼籲政府不要開放瘦肉精的肉品 現在 完全不作聲 算不算可恥 沒辦法 沒辦法了解委員這樣的思考 來 瘦肉精會對人體有副作用 應該全面禁用 這一句話 現在不敢講了 算不算可恥 很多事情 還是要根據科學的根據 算不算可恥 經過完全的風險評估 主委 我們只要把食品安全做好 我想說你很有價值 你可以一直回答我說 無法回答 不了解我的問題 沒想到你第三題 你就又改口了 我沒有改口啊 我還是要講的是 針對這一個議題 算不算可恥 來我們再來下一張 豬肉精 瘦肉精豬肉進口那天 絕對是總統下台的時候 這樣的話到現在突然180度大轉彎 算不算可恥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雙標從8月28就已經炒到現在了 我覺得如果要更精進的話 所以國人一直在看 為什麼這個政府雙標啊 國人一直在看說 為什麼這個政府到現在 還不肯承認自己雙標 如果我們為了要可以更精進 站在消費者食品安全的角度 站在農民的角度 站在農民的角度 那本系還會比較尊重一點 但是你現在從後到尾 不敢承認自己雙標 而當別人講你可恥的時候 你又不得被別人講 這算不算可恥 我剛剛特別針對 好來再來三張 開放進口含瘦肉精的肉品 台灣畜牧業一定崩盤 算不算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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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需要用這一種影片來 演示剛剛早上林維洲委員 對我個人的人身攻擊 我是無法接受的 不是 我覺得 我從頭到尾 我覺得你在這裡 你要要求我做什麼 你就直接講 主委我用這樣的雙標方式 無法演示 在國會殿堂裡面 立法委員的質詢 我們看到行政官員如此傲慢 還用這樣子 試試而非的態度 我完全沒有傲慢 我完全針對問題在做回答 主委 好 你要針對我問題在回答 那林佳龍部長講說 不分黨派超越藍綠 主張瘦肉精靈檢出 現在卻不針對 所以我才會說 這樣的問題 超誤我可以想像的一個回應 算不算可恥 我們所有的外界 所以您沒有辦法回應 所謂的言行 都要被攤開來解釋的 你沒有辦法回應 還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想主委 您剛剛這樣的態度 已經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本席為什麼會在這裡 特別要再次請教您 因為本席認為 一個人如果前後說話立場 我們都可以有黨派 都可以有立場 但是如果說 不用急著回答 完全同意啊 那國民黨不是也是接他們 如果說你 欸 抱歉 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擔任立法委員 我就是主張美豬 這個零售肉精靈出 我自始至終反對 我自始至終堅持 這個萊克就發安 會不會要講重大的政策 主委 現在我並不是在問你問題 您先不要發言 再來主委 我想請教 從剛剛到現在 委員一直有請教您 就講是說 這個時空環境不同嗎 你也回答了 你說現在 美國2012年那時候 有八成的豬肉 使用萊克多巴胺 現在只剩兩成 這個你有掌握到這個數據嗎 當然有 那我要請教 如果說 我們現在 美國本土的這個 畜牧業只剩兩成 來使用萊克多巴胺的話 那為什麼自始至終 中華民國政府 沒有辦法要求美國說 你就給我進口 那八成的 不含瘦肉精的豬肉 進來就好 為什麼我們要開放 那個方便之門 讓剩下的兩成豬肉 可以進口 我想這個議題是長期以來 過去2018年 2019年 前三大美國的肉品豬肉商 都有針對 全世界一百六十個國家 不使用瘦肉精的豬肉市場 他們為了迎合這一百六十個國家 包括中國大陸 不是一百六十個國家 所以他們就減少了 那中國大陸有沒有用瘦肉精 沒有一百六十個國家 中國大陸有沒有允許 一百零一個國家 可以使用萊克多巴 中國大陸有沒有允許 中國當然沒有使用阿 因為是之前 他們發生的 食安事件 他們有所謂的 也因此前三大陸品豬肉商 他們為了迎合 中國大陸市場 我可以告訴你是 一百零一個國家 沒關係 中國大陸有沒有使用瘦肉精 我們食品安全 怎麼會拿中國來當標準呢 再來 我們講是說 所以我們標準 連中國大陸都不如 因為中國大陸是 不用 中國大陸是不用 瘦肉精的豬肉 我們怎麼拿它 來當成是一個比較的典範 但是 我們連它都比不上 要像美國 好 最後主席只給我一分鐘 所以 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如果說之後 美豬進口啊 因為加工的方式 因為烹飪的方式 而混沖 這個台灣豬的話 民眾其實是分不出來啊 因為 記不記得兩個禮拜前 我在院會的時候 有拿出一盤 美國豬 一盤台灣豬 要請台上的蘇貞昌 陳吉仲 跟陳時中 來辨識啊 當時你有沒有吃啊 但是 你用文的 用看的 有辦法分辨哪一個是 美國豬來的 清楚標是不是在煮完之後 是在煮之前 下位者過買的時候 但是 主委這個就是重點 如果說我今天 清楚標示 這個是 他標示寫說是台灣豬 民眾 吃不出來 聞不出來 看不出來的情況下 他怎麼知道標示是真的 所以重點的標示 這個就是所在啊 標示重點 當民眾 看到這個標示 覺得說他是台灣豬 他吃進去了 結果他是滾沖美國豬 那怎麼辦 你應該要了解 所有的商品的標示 政府本來就有一套的規範 我只想請教主委 你怎麼樣認得出來 標示是真的 你怎麼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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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分辨那個標示 麻煩去問衛福部 所以現在又踢鍋給衛福部 榮委會主委又要推鍋 甩鍋給衛福部 詳細說明 謝謝 謝謝 主席台在這邊再次宣示 經濟委員會每一個委員 都是非常有氣質 我們所有國會的議員 這個委員都非常的努力 為人民把關 但是再次強調從一而終 不希望在行政部門 或者是在我們的委員當中的嘴巴 再說出政治的語言 因為全國的民眾都在看 大家是希望怎麼樣把關 讓我們所有的民眾能夠安心 所以我再次提醒 不要再講政治的立場跟語言 再次的建言 好接下來我們請